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声小说王牌计划 作者卷土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 无天 第823集 在将整个基地内的培养槽都毁坏了以后 方明却是留下了红色大型培养槽当中的两个 在两个培养槽当中 一个乘着的也是一名链子锤虐杀者 不管是小头目级别的 这个链子锤虐杀者便让老四占据童话了 属性如下 你的空间评价为148点 空间评价加成进行中 链子锤虐杀者 精英级别生化改造武士 力量145点 敏捷108点 体力值166点 精神力98点 体力值为8300点 链子锤残暴者 标准身高170厘米 乃是以中国清朝血笛子杀手为蓝本制造 头戴灰黑色照头面具 身材瘦长 防具 尼龙碳化高强度纤维炼功服二型 防御力增加50点 敏捷增加15点 跳跃力加1.5米 分为灰蓝色和灰黑色两种 武器 三叉毛基流星链子锤 由高科技碳速合金打造 混合了银系生命体战斗组织 攻击力35-204点 致命易几率增加3% 机晕敌人几率加4% 技能链子锤二连击被强化 被强化属性 已在施展链子锤二连击的时候 攻击范围缩短2米 但是出招速度增加50% 敌人被你击中后 将被扣除30点防御力 并且这30点防御力 将会加持在你的身上 本效果无法被叠加 持续25秒 技能链子锤突袭等击次 向前高高跃起 以链子锤凌空攻击对手 威力奇大 被命中的直线上的敌人 将会失去平衡跌倒 并且会受到12倍武器伤害 等级次特殊效果 使你在施展链子锤突袭的时候 进入到霸体状态 除了摔头剂之外 你的攻击很难被中指打断 被动技能 格挡强化 当你使用链子锤的锚 进行格挡的时候 必然会格挡成功 本效果每30秒就会出现一次 仅限于近战攻击 当你将本技能用于格挡远程攻击的时候 将会有33%的几率将该攻击反弹回去 被动技能 满牛之力 使你占据同化的人物的体力值和力量值提升10% 而另外一个巨大的红色培养槽当中 翻腾着大量的白色的泡沫 等到泡沫渐渐地散去以后 可以见到 浸泡在里面的则是一具新型的生化改造战士 马达加斯加来这之前已经充分地收集过相关的资料 但是见了之后 连忍不住失声说道 怎么可能 这种型号的生化改造战士 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事迹上的呀 方妮微微一笑 按动前方的按钮 营养液徐徐地注入进了培养槽 老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握紧拳头 只等这一句生化改造战士一觉醒 就要将之彻底的同化 淡白色的液体 徐徐地从培养槽当中被排出 呈现在众人面前的 是一具闪耀着冰冷金属感觉的躯体 这具躯子 身材高大 魁伪 肩宽 绑扣 充满了力与美的感觉 若是行动起来的话 甚至都可以感觉到浩瀚的能量 在他的身体上面 坐着有力的澎湃 奔涌 这是一个浑身上下都呈现出了 红铜色色的机器人 从外观上看 他浑身上下的金属结构 只怕要超过百分之九十 他的头部有点类似于 变形金刚老大 晴天柱的模样 从两栽旁边伸出了两根细而短的金属须 而这 就是令 爱莫生都垂涎三尺的最先进的 拟态科技模拟的体现 可以起到探测温差以及风向的效果 而他上半身的盔甲 与盔甲下面凸起的肌肉 看起来相当的发达 相对细一些的腰部 与显得结实的长腿 使得这个机器人的外观 看起来很是强壮 就像是一只王牌橄榄球队当中 最壮的大个子 穿戴整齐 站在了球场上面一般 不过 橄榄球运动员 与这位机器人 仅仅只是在外表上 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两者在本质上的差别 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橄榄球运动员身体上面 穿戴那些装备 是为了保护自己 或者他人不受到伤害 而这个机器人 浑身上下的护甲装备 则是为了更好的 伤害别人 机器人三角眼中的红光 顿时亮了起来 黑氧槽的玻璃罩 升了起来 它走出了坚硬的金属阶梯 然后冷酷无情地 扫视四周 用一种金属撞击的声音说道 因为敌人 毁灭 他在书画的时候 可以清晰地见到 金属质感的表面上 也会泛出生命的波纹 在方林的眼里 这个机器人的金属身躯 竟然是有体温的 这显然 已经是生物技术 与机械文明 结合到巅峰的状态 目前欠缺的 应该只是 高端的机械文明的那种 蓬勃大气 在方林使用自己的战具 童话技能 扫描过这名机器人身体的时候 他得到的是来自于梦冕印记的提示时 你发现了可童话目标 扮机器人 当权 三权 你可以尝试使用本世界特定技能 童话战具 对其进行相关的操作 童话战具后 可以获得他的所有技能 并且根据梦冕世界 给予你的评价 而获得相关的全方位的加成 评价越高 加成越多 警告 你的力量不足以 驾驭本机器生物 若是强行占据童话 将会导致 不可逆的损伤变化 尽管 老四 林宁秀他们已经占据了 童话的对象 但是他们一样是可以选择 放弃目前的形态 从而重新的选择 占据对象 方林收到了这个提示之后 马上询问老四 林宁秀 结果 得到的回答却是 同样的 力量不足 所以 方林第一时间 就直接通知了老胡 而且 方林有理由相信 即便是在这个三难度的世界里面 老胡的力量 依然是首屈一指 若是他都不符合占据条件的话 那么换成其他人的团队 就更难找到合适条件的人了 方林同时也得到了马达加斯加的情报 变身忍者的三个平行世界里面 每个世界当中都对应着邪教的一个分布 他们在研究方面各有所长 军是有着自己的特殊型号的兵种 方林他们目前经历的是变身忍者试验体森林事件 特殊型号的兵种还没有出现过 而这种钢权型号的机器人 却是未完成之血肉工厂世界当中的特殊型号的兵种 每一种特殊型号兵种 都是具备有相当强悍的特殊能力 因此占据起来也颇为的要求高 这种钢权型号的生化机械兵种 从理论上来说是很难出现在这个实验体森林世界上的 就类似于是稀有精英之类 当然既然出现了 若是尝试占据的话 那么肯定要付出额外难度的占据条件才是 此时不用方林多说了 老胡自然是知道有好事上门 他立即发动了占据童话技能 身体上面扑出了一道白色的光芒 直接抵在了这名钢权三型精英机器人的身前 这家伙似乎也感受到了莫大的危机 脚下一发力合金钢的阶梯哗啦一声凹陷了下去 与老胡之间的距离迅速的缩短 举起拳头攻向了老胡 他这一拳势大力尘 不过却不算太快 但是要闪避的话 那么占据童话技能肯定就会被中断 将来这应该就是要占据童话他所必经的考验 老胡哗的一声举起手掌 直接捏住他的重拳 同时更是攥起了另外一只手的拳头 最准的他猛然间击了过去 不过却是被这个钢权三型也伸手握住 老胡的衣袖瞬间嘎啦一声轻响 被膨胀的肌肉生生的尘破了 在力量的比拼上 嗨 素来那都是匹迷自诩 绝对不会输 这两个怪物一发力 脚下连金属所致的光洁地面也遭了打烊 发出了一股刺耳的声音 向下少说 凹陷了近两厘米 老胡忽然间侧身沉肩 身体向前一滚 肩膀骤人间靠前 硬碰硬地抵在了钢权三型的胸口上 将它直接滚了出去 现实世界当中的股市 常有牛市熊市这两种称呼 牛市就是形容这个股票 涨得那个快 好比有牛在下方 用着脚挑着那样的机器 熊市则是说这股票跌得飞快 似是有个巨熊 用熊掌使劲地将这股往下跌 往下压 这个比喻十分的形象加贴切 以至于都已经是深入人心 而老胡这一记拱身前靠出击 这就好似那种高大健壮重达近墩的非洲野牛 发青期的时候用脚对撞的情景 低头脚刺 向下向上的调拱 这一系列的动作做来 在迅捷有力当中又带着清晰和麻力 还有这一种滚滚烟尘 气势宏大 不可抗拒的射人的威力 这名钢权三型机器人向后飞摔了出去 翻滚着叮叮当当地碰坏了七八张实验桌 黑氧槽顺带着也打破了三个 本来僵持在空中的白色光芒 一下子追击而上裹住了它 老胡的身影就渐渐地变淡了 然后就消失在了空中 紧接着一个带着浓重金属撞击口音的声音 就从那堆废墟里面响了起来 我靠 我撞它这么重干嘛呀 提示我胸口损伤度为百分之九 因为能量补充未完成 机械免疫系统未成熟 要等半个小时才能愈合 我擦真的娘的 把你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很显然老胡的占据童话 顺利成功了 他此时以钢拳三形的形态爬了起来 虽然脸上看不出表情 但是那种明显被压抑已久释放出来的轻松劲 却是挥之不去 抹之不掉的 随着老胡将属性公开之后 众人那是倒抽了一口凉气 果然不愧为特殊型号兵种 刚拳三形 未完成之血肉工厂当中的精英级别特殊型生化改造战士 乃是十分残暴的近战突击战士 力量305点 敏捷47点 体力120点 精神力79点 体力值6000点 防具 外壳为生化高强度 钛合金护甲 防御力增加100点 敏捷减少15点 吸收所有伤害40点 钢拳三形虽然行动速度笨重 但是背后配备有最新的等离子推进喷射器 瞬间可以使其跳跃力加8米 并且具备在空中接力跳跃的能力 使用冷却时间30秒 武器拳头 高强度X型合金打造 内附生体战斗组织 攻击力350至380点 出手速度增加100% 击晕敌人的几率加15% A级技能连续冲拳被强化 小幅度前冲连续出拳 给予敌人强力的伤害 最高可以在三秒内打出七连击 被强化属性 你在施展连续冲拳的时候 无法被中断 无法被双S级别以下的抓头技所抓取 被强化属性 你在施展连续冲拳的时候 最后一拳可以选择将敌人击飞 或者是衔接以摔头技 用来衔接的摔头技 必须是你所掌握的技能 只能在A级以下 仅限使用一次 B级技能 二段跃击等机器 钢拳三型虽然行动迟缓 但是背后配备有等离子推进喷射器 跳跃力奇强 可以跳跃起以后 在空中借力进行二段跳 然后从数十米的高空 携带冲击力 给予敌人重创 攻击力为 力量值加拳头伤害值 乘以700% 等缺时间180秒 每施展三次二段跃击以后 都必须休息 等极次额外属性 使你的二段跃击在命中敌人以后 可以借力重新弹回原地 等极其额外属性 使你的二段跃击具备逆向攻击能力 很难被对手防御 C级被动技能 狂暴力量 当你的攻击每次命中敌人的时候 都会造成额外的伤害 额外的伤害值为 力量值得50% 被动技能 摔头本能 你在近身攻击的时候 有15%的几率 自动发动 扑摔术 若目标是扑摔术 无法产生作用的话 将转换为抓红炮 看着老胡这一系列变态的数据 方明灯觉得这是变态 没错 变态 连续冲拳根本就不用说了 吃满了七拳不死 那都得脱一层皮 还有这高达300点的力量 尽管这敏捷值移动速度偏慢 偏偏的还有个提高跳跃能力的 等离子推进喷射器来增强跳跃力 跳跃力加八米 已经够变态了吧 还能够在空中进行二段跳 二段跃击的攻击力 大约算一算 已经是有 四千出头了 就算剔除掉防御力减伤 那这算算也是惊人的伤害数字啊 命中敌人之后 借力返回原地的特性 这简直就是百万军中取敌将首级 还能安然返回的保障 这都不需要有军去掩护和接应 被变态了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一集